台電許多大清工程風險高 勞工也多半是原住民族人 立委檢東明8日在經濟委員會上 質詢台電公司是否有為基層勞工 有健全的勞保健保等安全措施 與保障的問題 針對工程承包上的問題 依據政府採購案第六十五條 為得標廠商因自行旅行工程 勞務契約不得轉包 但台電還是有許多工程師私底下轉包 真正原來承包台電的廠商 在公案因而發生後 也不會負責任 像這樣層層轉包一層一層的剝削 受到最嚴重的傷害就是基本勞工 不過台電卻表示 一切都是依照合約旅行 原則上來講不准允許轉包的方式 不允許轉包 但是還是有這樣的問題 你們現在對這在哪裡 對這轉包 你們是怎麼做 我們還是針對這個承染商的部分 去要他去按照所有該合覆規定的 一些公安的作業的方式來處理 包括他的機具設備 包括他的作業程序 包括他的現場施工的一個狀況 這都是在我們依照合約在執行 由於公安意外層出不窮 立委檢東明希望台電能夠讓整個工程發包 過程能夠確實依法形式 也不要移交給沒有執行能力的承包商 來執行工程以免發生意外後 原住民族人在投入高風險工作職場時 沒有受到完整的保護 接著 立法院採訪報道 謝謝你 谢谢大家